我们来更改这个面板 这个看起来内容还不错 可是这个黄色蓝色训辟了 点进来哦 点进来以后台湾行脚呢 各位看一下 我这里有两个记录 一个是这个 还有这个 你可以自己决定哦 点这里台中 假设我想用这个的时候 就在这里点三个点点 这边可以做这件事情 当做Padlet的看板的封面 哦你可以指定 那如果要修改 当然这边都可以修改 你只要看到三个点点都可以做 那我们先做这个 看板封面 来点左上角回去哦 你现在在看的时候就不会 你看见吗 那艺术比赏息也是这样 点进去找到一个 你认为最好的哪一个 哪一个页面 这一页好了 就这个哦 点这里 把它当成看板封面 你看见吗 那点这个Padlet回去 它就会比较好一点点 来 那这三个点点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连结 老师啊什么是书签 当你点书签 下次就会在这里了 我只做一个书签而已 我的最爱 刚没点好吗 我看我的账号在这里 再一次 新生书签 我的最爱 这里要点一下了 就在这里了 我的作品 我点这里可以看到 我所做的所有作品 如果以后你越做越多 你可以点这个书签 当你点书签 这边只会看到这一个 书签有点像最近在编辑的 或是我常常去展 这里以后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看这里哦 三个点点 新增到书签 再点哪一个 对点一下 下次就会在 你们看到这边两个 这边是我全部的三个 老师如果不要呢 一样点这里 把书签取消了 编辑书签再点一下取消 就离开这里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们刚刚教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 你可以把你喜欢的封面 比如说这个点进来 你可以找一个 跟这个主题你觉得最适合的 就这个了 看这个好了 乾隆的画像点起来 把它当成看板封面 或是这页可以删除 老师才可以删除 或是这个你贴才可以删除 这里 好来贴过来 那另外介绍是书签的应用 谢谢大家